我家很累 咱们去哪儿 你带我转成小时候的地儿呗 在汉口路 好啊好啊 是不是这种房子很多啊 小时候这种 对 这是可能是特别小的 特别早的房子 小时候其实我是出生在青海 我知道 青海西宁 但是我小时候来过几次上海 还在上海读过幼儿园 因为我奶奶是住在上海 一个像大的四合院多层的 相互可以观望 特别有意思 是个共同体 对是个共同体 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们家对面有一个男生 谁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一天到晚听收音机 突然就考上复旦的苏布钦的研究生 那么厉害 学数学的 学数学的 就是他自己会那时候用无线电 什么自己装的无线电 听BBC啊什么 听这种 自己的VPN是吧 你看这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421号 那已经429了 应该还是挺有感觉的 425 这是几号 419 你看这是421 应该这个地方 这就没有了 变成供电局了 本来进门一个大院子 然后一楼 然后就一排水龙头 大家用水都是公用的嘛 我爸爸在那儿 那时候还好像有点小威望 所有人都叫他娘舅 你听他上海老娘舅 就是邻里有纠纷啊 就是重财 对 道德权威 对 其实我父母那时候他们是见广播电台 因为我们国家就所有政府的声音要全传达到全国各地嘛 所以呢就是把上海广播电台各个部门抽掉一起 抽掉一部分人直接移到青海去 然后他们就报名嘛 也算有点热血青年20岁刚刚出头 作为祖国的两块砖 对 本来说他们说是去4年就回来嘛 但是后来就是去了21年 所以就我身在那个环境挺好玩 就是天高自然爬树 而且那时候同学当中有特别质朴的 小威因为我读书早 班上有欺负啊 但是我就有同学 我作业帮他有考试的时候 他抄一抄 然后他就有支持我 有支持我来获取暴力是吧 对对对 暴力暴力 但是呢你既不是本地人又是本地人 对 你到上海人呢 到上海来也是外地人 所以我我个人就是后来我我 后来长大以后搞清楚就说 你自己的身份啊 我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地方认同 没有一个对哪个地方特别强的attachment 又是engage又是disengage 嗯 就又有又在其中在其外 是是 所以就是会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这样一种倾向吧 嗯 咱们去个人少一点就要行吗 咱们去个人少一点就要行吗 咱们去个人少 不自在 那你比如说过去年 你跟娱乐跟大众 我也不知道 当然很意外吧 我不知道其他时候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嗯 会不是吗 就是突然 你想我学政治学学的人 现在主要谈的是人生学 是吧 嗯 嗯 这股潮流 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比较明显的出现呢 我觉得就是就这几年 我也感觉好这几年 那就是说 你那个竞争啊 通过职场的竞生 通过成功学所取诺的那些回报 嗯 当他这些这些方面特别打折扣 嗯 意义的意义的问题就特别彰显 彰显以后就会有这个需求 嗯 我觉得和八十年代不一样的是 八十年代也看这些东西 当时是因为人的物质欲望没有被满足 甚至也没被激发出来 对 所以那时候呢 呃 读过大学的人他会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嗯 你想你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等于是中国经过一个巨大的混乱时期 对 突然开放之后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强的意义危机 对 需要读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时候学生相对来说单纯 嗯 他仍然认为这个 嗯 把学业做好这件事情是挺重要的 嗯 而且你的就业好像跟你的专学的专业有有关系 嗯 所以呢学生比较听老实话 嗯 相对来说比现在更集中精力在自己的学业上 嗯 那现在现在阶段就是孩子会心愿意嘛 嗯 到了二年级过了以后 三年就开始说我要找实习机会 嗯 如果我晚了 好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我要发展人脉 嗯 这些就比较 这个倾向越来越强 到了四年级基本上就没课了 就全在外面找实习 嗯 我就觉得 一个是 对未来就业那个紧迫性 然后生活的那个压力的那个焦虑感 其实就是期待和现实的这个落差比较大 对 其实是有时候会跟他们交流会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 其实一方面他们不会有那种真正的匮乏或者贫困感 就是他不会调到生活的那些下面 对 因为你有父母或者这个周围环境支撑 对 但是他们有强烈的匮乏感 对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评级过 嗯 以前我们到那个饭店去要张餐厅纸 一二三三个人给你三张 然后现在那个你去麦当劳打工的那个学生 你说餐厅纸他怕给你一打 他说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这个事儿 所以那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生活童年少年生活感受 养成了你对生活那个说 基本生存标准和我们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生活的需求的压力就在你的感受上增长 其实你在客观的可能生物需求上你更容易满足 其实非常容易满足 然后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需求增长了 但是呢满足这个需求的供应方 好的他认为decent 达到那个生存标准供应方又不够 然后这个落差如果能解决呢 就有一段时间认为是能解决的 就是说你这个焦虑是通过你增长知识 你努力去进修 这个是大概很短暂 我觉得三年四年 然后发现你再怎么努力 因为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经济如果是比较平缓的增长的话 它能融大的那个社会流动的空间就这么大 然后就沮丧 沮丧里面就会有躺平啊之类的 然后就会想这些比较行而上的问题 就哲学地指出来了 但是这些东西会产生一个新的 比如说思想的意义的时代吗 当这种不满基于更多的时候 或者之前的轨道已经要错位了 对不知道 我现在也在观察 在我体会到是说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愿望 或者倾向是要 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 所以他们调查统计 95后02 不喜欢团建 你上班上班 就是你别烦我 然后什么团建啊 团队 你说保守主义 我们应该讲community 对不对 共同体建设 我们团建 然后大家增加感 别 我就愿意跟你带 我懒着也可以 我躺着那也可以 然后我跟我的宠物共处也可以 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我自己是能完全把控的 这是我获得了一点安定感 然后我感到我的存在是真实的是持续 这样他还可以讲出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我需要我的一个小空间是可掌握的 是可预测的 是然后自己在里面想有自由 对 这种控制 就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 他们是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加异化的世界 这是柏林亚的消极自由 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 你说他也不是激进也不是保守 然后你会感到当下一直是处在一个好像待定的转折的 但是往哪走你不知道 然后你会发现突然整个经济环境中美关系 影响你的命运的要素变量越来越多 有些是你根本无从理解的 更不用说把握它 它是远方的 它未经理同意 就支配了你 影响了你 所以我也可以叫做远方的暴政 每个人都多多少有种失控感 一定是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智力才能解决 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视角是说 就像我们在 我们在这不能考虑说 上海 我们上海人怎么样 我们江苏人 我们辽宁人 我们辽宁人 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你再进一步 你可能就考虑我们地球 我们人类 你必须要有一个是人类内部的视角来看这些事情 然后要想它的结构是怎么办 以前有联合国 这些都是机制 也不是完全真正的丛林世界 但是还不够 对于一个这么紧密相互依赖的世界 对于那么多远方的变量 可以影响每个人命运的时代 这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世界秩序 和我们每个人现在的不安 味觉 过渡状态 它形成一个特别强的反差 你是存在这么一个更高的世界性的秩序 不知道 这是一个我们是不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世界主义肯定对我们这几代人都很非常的有诱惑 就是你所谓的新世界主义 就这个干净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最早其实它是来自一个 对专业学者常识 就是身份的建构性 你的identity并不是说就是一直如此的 那一般人不太会理解 就是一般会说 我的身上流着什么是不是血液 我有一个悉您的基因或者怎么样 那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因为只有生物的基因 才是可以无条件的 承传下来 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 你任何文化的基因 它是要经过制度实践 要习得的 它不能自然的遗传下来 要becoming 要becoming 但是其实建构是在关系上的东西 就是说只有我们发现彼此 我们彼此碰碰撞 你才能够建构 否则你建构自己的资源在哪 当一个人我们说 我的需求我的欲望 我自己的意愿 其实是生生不息的在跟外部的 相互的互动之间来建构的 我们个人是如此 文化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它叫克服的第一点 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华夏中心主义也好 欧洲中心主义也好 遭遇 文明之间相互遭遇 像人之间相互遭遇 Encounter 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本体论事实 没有遭遇就没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的任何变迁发展 但遭遇意味着你的边界是 永远是临时性的 你在任何一刻我们的边界 地理的边界 人口的人员的边界 物资的边界 信息观念的边界 都是明确的 但是你稍微放了长城一点看 那个边界都是临时的展示 它是可以被改写 可以被模糊化 有的时候可以被打破重建的 否则的话 现在全世界应该是千万个小部落 如果我们都得见 那个边界从来都是不变的话 但人本来就是有那种 强烈的两面性吗 有时候又是模糊的 又是不断建构的变动的 它又渴望稳定的恒定的 我跟你不一样的 这种力量就同样也非常大 但它在一个好的秩序里面 两个都能够满足 就是我们又是一体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紧密的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 相对熟悉的安静的 但是你仍然是跟人家可以有交往 这是一个人类力量 不是说大家变成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了 对 现在的困难是太紧的联系在一起 要处理东西太过于复杂 而且牵涉变量太多 会复杂 非常复杂 当你看到 有些过去十多年 我们这种社会达国主义 如此之 越远越胜 这种感受是一个 我会震惊 它是 我不说反中国 它是背离中国 一个文明传统 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这些传统 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现在一部分年轻的mentality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中国的 因为它第一个相信强力 实力 相信power 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 相信弱弱强势 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 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 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 至少在学界文化界 这个东西是会非常非常鄙夷的批判的东西 尤其是对达尔文的一个误解 达尔文是说 有一个diving fitness 是适者生存 不是强者生存 不是那个power strength 我们还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相信我足够强 我就能碾压你 我足够强就把你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的 最高的美好的东西 你就放弃了 你最后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 反而是一个西方十九世纪野蛮的 一种文明的再登场 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 我不认为是 但是这是可以引导的 我们这样讲 就职场上的这些 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 它可能在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管用的 在现在不work 在现在这个时代 至少局部的在许多人那里 它觉得不起作用 所以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存逻辑 当然知道你会说我太天真 或者太理想 但是你先去问问 特别现实主义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吃得开吗 我用一个现实主义的标准评谈你 无论你当同学当同事 我们对于那种特别巧于心计 斤斤计计较的人 不择手段弱柔强势的人 他在哪个行业里 他在哪个小区里 是特别吃得开的 他是不是会感到很多很多挫折 你去问 所以 这才是你反思的起点 不是说你现实过得很好 我说哎呀人要理想啊 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 就是说 斗则两伤 何则两立 这个在一部分 这个道理 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 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规范逻辑 而不是公众楼阁 用罗尔斯的话说 我们提的这个vision 这样一套 只要realistic utopia 而是现实主义的头帮 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 要不然我们干 我们在做梦嘛 嗯 对那些看起来 每一步都很理性的人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非理性的一个举动 对对对 有的时候那个争论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你要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我们如果认为现在美国过去 或者美国主导的那个世界秩序 不够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让它更公平 如果它的单方智力是不够的 中国是要跟他们一起合作 让这个世界更好更讲道理 我是比较认同这样的前景的 嗯 虽然悲观的人比较深刻 嗯 这是福山最爱说的 对 悲观人显得深刻 对 悲观人显得深刻 悲观的那个证据很多 对 小证据很多 但是 不知道 这个当然是不知道 这里边我觉得知识和信念的因素都有 嗯 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 但是你从未来来猜测未来 你是更不可靠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你相信 施米特 相信那个冲撞的 冲撞的敌我之真 对 施米特当然深刻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说 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 特别有这么的暗昧 尽管如此 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 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 嗯 更深刻吗 社会大众当中绝大多数人 他们在行动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套想法 嗯 这个想法既是认知的 嗯 又是规范性的 就事物是什么呀 应该怎么样 嗯 过人心道 嗯 你是不是应该看红绿灯 着装是得体的吗 嗯 这小到这样的事情 大到比如说 大家都相信鬼神的时代 嗯 那你就是人就会按照 存在着鬼 特别看黄道集 啊 要求保佑的啊 什么 他就是支配你的行动 但这个想法可以是 以故事的方式 非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而且它是普遍 就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嗯 这就是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是可 它实际上在支配你 那么这时候 我们用社会想象这个概念呢 就可以来把握这个时代的 基本的一个特征 精神上的特征 嗯 那比如说996啊 什么内卷啊 那些 躺平这些流行词汇 嗯 他们 其实也可以定义成某种社会想象 对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新词出现 特别是 这种流行词 它那么广泛的传播 它往往是一种标志 是社会想象 现在开始转变了 90年代 嗯 我们比较能接受 就是说 所有的成果 只要你努力都会得来 就是 你要打拼 嗯 要拼搏 然后总会有回报 那个时候 哪怕996 我们是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对 那时候广告语都是啊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了 啊 然后就是一切都更快 更更 就是它的那个背景 呃 变化了 好多期待 嗯 和现实间 落空了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 那样一套 那样一套论述 那样叙事 996 第一它真的 能够兑现它的许诺吗 第二它震荡吗 第三我 加入这个游戏 哪怕成功了 嗯 对我真的是好的吗 就所有这个东西开始变化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退出这个游戏 退出意味着躺平吗 或者在躺平和996之间我我有其他选择吗 嗯 这个问题开放也就是原先凝固的某种社会想象 它开始松动 甚至开始分崩离析 它它诉诸一种新的社会想象的变化 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嗯 就比如说在有些时刻 会是一种更明确的反思想 或是反反制的年代嘛 比如19世纪新一代德国年轻人就会觉得 莎士比亚所有的学生都顶不上一个靴子嘛 可能现在过去在此刻的时候 似乎也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所有的表达或评论 低不上说你做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 嗯 作为一个个体 比如你真在一个潮流突然相反的一个时候 如果真的 真能够做到 即使在所有人都说这个黑的情况下 你仍然知道它是白的 甚至坚持住这件事情 反思不是说你就随便能够站出来 把自己的情景客观化 反思的时候 反思的位置所需要的那些资源 那种视角 那个是怎么获得的 嗯 抽离出来 就disengage 这个社会主流 是因为社会的边缘 社会的多样性 以及外部社会 我们讲的 就是它给了你那些资源 那些视角 allow you 或者enable you 可以对那个主流进行反 所以这是可能的 嗯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在想 这些人怎么可能 他们需要独特的资源 嗯 这个资源可能是 在社会内部的异端当中获取的 可能在这个社会外部的资源当中获取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判断的负担 嗯 就是说特地独行的人 它永远是有一个风险的 嗯 你的反潮流 可能是代表了一个更好的 对公共生活和对你个人 可能都是更好的一种可能性 你在把那个可能性揭示出来 或者说在开启那个通向更好的 未来的一个道路 但也可能是邪恶 嗯 希特勒在当时也是少数人 嗯 开始的时候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判断负担 这个问题非常难 这个判断的负担 最后可能是历史发展了 有一个后知之明来 来做出判断 也可能就是胜者的 胜利者的这样一个判断 如果粗暴一点讲 给你个人一个机会 创造一种社会想象 嗯 然后这是你一个期待的社会的样子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想象 嗯 我仍然相信 这正像以赛亚柏林说的就是 价值是多元的嘛 嗯 我们的我们的生活的感知 其实柏林说服我或者打动我的一点 就说对啊 就是第一我们价值观 其实呢 它叫Values嘛 是个负数的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分清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区别 多元主义的意思是说 我们真的是有不同的可取的生活方式 有五种八种价值观 但是一定有错的价值观 或者说非价值反价值 如果你认为所有的价值完全一样 就是极端的相对主义 那就导致虚无主义 全世界七十亿个人 不是说七十亿种价值 不可能的 我们可能有几十种价值观 就是一百多种价值观 所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人性 比如说自由 平等人的尊严 人道等等 这个呢 我认为它奠定了某种 让我们诉诸本源的时候 那个始源基础的共同可能 也就是说 你哪怕杀人有一个理由 就是有一个你自己的借口 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你不能说 说我 我杀一个人就和踢一块石头一样 这样的人就完全不可理 它就是 它是 它是 它是人类之外的 像一个其他的物种一样 没有这样的人类存在 所以 到最后呢 这个共同的 共同的人性 也就是共同的一些 我们现在讲共同价值 它仍然是重要的 而且我们能够分享 能够彼此理解 只是有些冲突呢 是在具体的情景当中 哪个更优先 比如说自由和秩序 我们就觉得 我们的文化当中 在应对疫情的时候看出来 我们比较接受把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 高于个人自由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好像西方的某种 他们就 比较难接受 直到 遭受了很沉重的教训的时候 他们会重新考虑这个评分 那么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但有的时候它会 共同的人性 也解决不了 那些严重的冲突 但是人类 你说已经好多了 有学者说 就像 像英国脱欧这种事情 放在两三百年前就是 千百万人 就答现了 流血无数的事 所以人类还是 有某种改善改良吧 我觉得是这样 那比如说怎么 不是在一个 相对主义泛滥的一个社会里 怎么去慢慢的重建一个 既是尊重多样价值 但是又有它的一个标准的 这么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我们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需要具体的步骤 或者它怎么发生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是 每个人相对的 每个人过自己生活 我在想如果元宇宙 可能的话 就一人自己在一个元宇宙里 你彼此相安无事 你过你的 你愿意在那里 感觉找了一个新的殖民地 对对对 而且你就是king 你能够决定那个世界的规则 你愿意怎么样 你愿意变成暴君也可以 你愿意做一个共和主义者也可以 当年在司马路上 谭思彤就跟梁锦超他们 夏曾佑他们聊天 他说 听说世界上好多星球 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占一个星球 就没有这些伦理压迫了 对对 有的时候 我听人家说 美国在前段时间 不是因为大选分裂的很厉害 有的人说最好有两个美国 就是你喜欢川普就变一个美国 我们就跟你分开过 相安无事 相安无事 如果元宇宙可能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我很怀疑 这真的是一个现实的结果 一个可能 问题是 我们仍然要有共同生活 我们不管彼此喜欢不喜欢 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大概率的 我们要生活在同一个星球 我想罗尔斯写政治自由主义 他的问题就是 他说我们在公共生活中 找所谓overlap consensus 重叠的共识 私人生活你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这样一个安排有很大的影响 但有很多批评 第一就是你公共的生活的部分 和私人生活是不可能分开的 你不能说在私人生活中 我是一个特别等级的 特别男女不平等的 在公共生活当中 我会特别尊重女性 这很难做 第二个 有的是我们重叠的那部分共识 根本不重要 我们都喜欢吃辣 这是我们重叠的共识 但是根本没用 所以 我觉得 那样一种想法 就回到一个完美秩序的想法 可能是一个幻觉 就是说 在我们家 我爱人是一个非常 就是对秩序有洁癖的人 就是所有东西 就要在自己的位置上 要不然他就很disturbing 所以你只能在家里靠消极自由 就好像是这样 但是后来他 我们在讨论对话 就说 我说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容错率可能太低了 最后你会很焦虑 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 和期待和标准的话 你会永远惶恐不安 你要承认人的无知 和人的理性的局限性 要有一个对世界有一个容错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的看法 其实重叠公式被人误解了 就是说好像我们现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放在一起看看 那个交集就是重叠公式 我们不能够基于这种 现成的那种重叠公式 那个重叠公式是要建构 是要努力的 而且他不是说彼此理解 他是要求你改变 要求你把自己偏好也好 个人的那个美好生活的愿景也好 要服从于公共生活 在公共领域里 服从于公共生活那个 你要调整自己 要reposition你自己的那些信仰啊 偏好啊 但这是难的事情 对于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把自己的个人私人生活 跟一个更大的一个途径 这些联系呢 比如我们是说爱国主义这种问题 是不是能够人家讲 叫理性的冷静的爱国主义 不能完全这样 因为by definition 爱国主义它是一种情感 可以有理性的因素 但它不可能完全是理性的 你就是有偏爱的 那偏爱是不是完全 完全就是说不能解决 也不是 迈克沃德举的例子 就是我特别喜欢 他说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 得到一个favorable的待遇 但是你同时要想到 别的家长也有同样的倾向和权利 所以你们之间就能够互相理解 我们不希望考试作弊 不希望老师由于偏爱 你给你更好的分 对不对 就是由于我们理解了彼此偏爱 这个并不否认你对自己孩子 那个偏爱的 甚至偏袒的那种情感 只是说所有的偏爱加起来 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公正的一个程序 所以外部世界的所有的那些要素 它怎么样影响你 是取决于你怎么感知它 理解它 然后你有一个反应 但你会发现一大堆复杂的 因为那个情景 它总是massy and sticky 就是又是乱 又是粘连着的 它完全无关也都好了 是另外一个现实世界 跟理论世界脱离了 问题它是跟理论世界有关的 但那个关联是特别复杂的 所以那个理论只能起一个一盏灯的作用 照亮它 但它不能够直接去对它有什么作用 照亮呢 也不是通透的整个整体照亮 它是有明有暗的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当代生活 它的那个irony 那种反逢性 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 具有想象力 创造性 开放性的这样一个时代 好像现在Facebook改名了 叫meta 然后今年有元宇宙的整个的一个概念出现 你好像有很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特别单向度的 我们所有的生活行为 本来是公共行为到私人行为 最后都被类别化 就是把它归类成什么 然后每个类别它会有指标 就是把生活的所有的方面 你的精神健康指标 我儿子在跳街舞 我就是一个 现在街舞也有考级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传统社会 它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 它只管那些非常重要的 比如官僚系统 或者基本的那种市场规则 现在蔓延到你整个的文化生活 娱乐生活 闲夏精神生活 它是全覆盖的 那个是五星 这个三星的 我们容易选择 它的麻烦在于 那个多样性 那个暧昧的多样性 被牺牲掉了 就是你的那个 自由野蛮生长的 抵达越来越少 那种不被这个系统 在任何意义上 所规范 所命名 所吃分 所衡量的 那个世界 就完全消失了 你现在有人对 性快感的 这个感受打分 做级别 然后有些指标 看到那个心跳速度 是不是提到多少 对 很精确的 你不能fake你的高潮 你现在就是 等于无孔不入 你想在最private的 这个领域里面 你就是无处可逃 它是一个全面的技术和规约 和社会机制的这样一个 这个是福克讲的那种规讯 到了更彻底 所以一方面 好多打开的空间 新的技术 源于就更好的 更快的通讯 另一方面 归顺的那个网 知的越来越密 嗯 嗯 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 你双生进那句话 什么最好最坏的时代 就是你现在是 这两个东西不是分开的 是同时感到 嗯 就是这是一个特别自由 特别爽的一个时代 嗯 又是一个特别被禁锢的时代 嗯 那种惊讶 惊喜 从试错当中 从一个偶然的事物当中诞生新的可能性 那些窗口 一个一个被封死了 嗯 都会关闭的 所以我们打开了好的窗 又关起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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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么创造呢 嗯 那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就是说至少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嗯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被陷在里面 嗯 因为完全在陷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提不出这个问题的 嗯 所以坏消息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 嗯 好消息是我们仍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嗯 你自己怎么反抗这个系统呢 越来越逼近的 我好像是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研究的问题 好像我在某种上 就把它问题化之后 把他问题化之后 我就做获得一种某种虚假的解决 好像就我没有完全陷落 你获得了主体化 对对对对 我就我就 我就强制的把你客体化 然后我好像获得了某种虚假的主体性 这是一种感受而已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 嗯 但是 我在人物的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 嗯 写一个北京的不知名的钢琴家 嗯 叫陆庆松 哦 我记得对对对 中央名字院音乐系毕业在清华大学 居然把清华大学教职给刺 他就是因为不喜欢填那些表格 嗯 住在市郊 郊区嘛 郊区嘛 郊区 一个星期上一两节课 嗯 维持一个极低的生活水准 但是他一直在做自己最爱的事 你说他他卷嘛 他一点都不卷 但他放弃嘛 他一点都没有放弃 嗯 我认为他代表了至少一个可能性的范例 嗯 陆庆松他并没有说 他突然在一个钢琴比赛当中 比如说 或者跟什么柏林爱乐乐团合作走上去 他不是一个奋斗有成功的故事 嗯 他就是保持自己生活的状态 嗯 我们说一句话就是未经反省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但过度反省人生是过不下去 对 那种深度的哲学思考 嗯 让你去追根问底的 穷究的那种 我没有说那那就更好 而且未必得到 比所谓普通人更好的解答 但是 说了这个呢 我还要说 嗯 你去把自己跟一个更大的背景 甚至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的作用 但是你是作为一个更充分的意义上的人在生活 就是你的精神心 哎 我们这是我们人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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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